中国历史上有数百个朝代 这些朝代经历了不同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变革 以下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朝代更典 夏朝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 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 虽然夏朝的历史记载不多 但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开端 夏朝的政治制度 文化传统等未后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商朝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 中国历史上已经确立的第一个王朝 以商城金河南省安阳市北为都城 商朝后期出现了统治腐败 社会动荡等问题 导致周文邦其义并推翻商朝 周朝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256年 周文王建立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西周时期是周朝的鼎盛时期 成王 康王时期被称为周是200年之盛 但东周时期因为腐败 分裂而逐渐衰落 秦朝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06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秦朝暮期因为暴政 民不聊生而遭到起义 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汉朝公元206年 公元220年 由汉高祖刘邦建立 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 最具有影响力的朝代之一 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 西汉时期经济 文化繁荣 东汉时期因为政治腐败 外族入侵而逐渐衰落 三国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280年 由魏 书 无三个政权分割而成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 也是文化繁荣 战争频繁的时期 隋朝公元581年到公元618年 隋文帝扬间统一北方后建立 以恢复汉朝的统一大业为目标 隋朝时期开创了大运河 进行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但因为政治腐败 军事冒险主义等原因 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唐朝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 由李渊见李 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 唐朝时期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唐朝时期的文化和艺术 表现出了独特的特色 如唐诗 唐画等 被后人称为唐风 唐朝中后期因为宦官专权 地方割据等问题而逐渐衰落 最终被安史之乱和皇朝之乱等军阀起义所推翻 五代十国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期 分为五代和十国两个阶段 五代是五个短命王朝 十国是指十个地方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混乱 战争频繁 但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文化名人 宋朝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 由赵匡印建立 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 宋朝时期经济 文化发展迅速 科技 文学 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宋朝时期也面临着外族入侵 政治腐败 官僚贪污等问题 最终在蒙古帝国的入侵下南宋灭 元朝公元1271年到公元1368年 由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孙子夫必畏建立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蒙古族政权 元朝时期实行西域行省制度 实行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并重的政策 对中国历史 文化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朝时期也是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交融的时期 元朝后期政治腐败 社会动荡加剧 红金军起义等各种反叛造成了元朝统治的逐渐瓦解 明朝公元1368年到公元1644年 由朱元璋建立 分为洪武 有乐 家境等时期 明朝时期的经济 文化 科技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文学 绘画 雕塑等艺术形式更是达到了巅峰 明朝时期的内政主要集中在官僚制度和税收制度上 外交则是与明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 如与朝鲜 日本 葡萄牙 荷兰等国家建立了联系 但是明朝后期 由于政治腐败 官僚专权 界级矛盾等问题 社会动荡不安 经济逐渐走向萧条 最终被满族建立的清朝推翻 清朝公元1644年到公元1912年 由满族人建立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早期实行满汉分支的政策 后期逐渐实行中央集权的政策 清朝时期 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民族关系趋于紧张 19世纪中叶以后 外国列强侵略中国 导致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局面 清朝政治腐败 社会动荡不安 最终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翻 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